好 那麼我們剛剛看了這種方法 是您必須要怎麼樣 用念的教他對不對 老師 啊你講不會累嗎 蛤 雖然我已經不要你打字了啊 但是你用講的會不會累 因為比如說萬一他這一句 就辨識錯誤 請問老師要不要重講一次 啊不然你就只能重打啊 你要重打 重打比較好還是要重講比較好 我都不要 這個老師教過的你還不會 請問怎麼辦 所以我一開始有沒有跟各位老師講過 你的錄音筆也可以用啊 我頭頭就明明講過啊 你看在這裡 我剛剛有沒有講過了 我就用這個播給他聽不行嗎 而且其實為什麼要特別介紹這個方法 是因為老師有沒有注意過 即使我老師是上同一堂課 不同班級 你講的會百分之百一樣嗎 一點多減也不一樣啊 那麼今天如果是你在打報告 在想報告 每一次講完 會不會都一樣 不一樣對不對 這樣會不會有困擾 有耶 本來第一次想的是這樣 錄到後來越來越來越去 因為他怎麼錄都教不會 然後就越寫越短有沒有 本來該慢慢講完的 結果你就覺得我講的你都聽不懂啊 那你就想說好吧就算了 我就講簡單一點的 這樣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其實您可以用這裡開的時候 來我這裡先清掉 事實上左手邊還有一些功能 如果你要跟那個Google帳號結合也可以 就是如果您這邊打完了 它就自動幫你存存Google的文件 在SPEED那種也可以 不過我先不管它 來我先把它清掉 這裡我們把它清掉 如果老師覺得這個太大太小 這裡也可以放大 有沒有發現 所以這邊 那我們來看看 你一樣這個開下去 然後呢 你就把你原本的錄音也好 或錄影也好 就放下去 那為了讓大家看清楚 我把這個放到旁邊 我放這邊 然後 這個 我丟這邊 我就先把這個打開 那我們現在就進入到我們今天的主題了 那你把這個任務的這個單元打開 第一個就是 那打開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教材 那麼 在彎肉這邊我先跟大家提一下 您在右手邊這裡有比較顯示筆記 有沒有 所以您也可以在上面直接做筆記 好 做完之後再按確定 所以下次 我看一下這邊 有看到剛剛的內容對不對 不過它現在比較慢 有發現了喔 那你要效果比較好的話 我建議老師就是 你在播的時候 平常我們 如果用音響設備 都有人跟你講 不要把麥克風直接對 對喇叭對不對 但是這個時候 你就是要這樣做 電腦的沒有關係啦 不是音響設備 反正壞掉再買就有了 沒有開玩笑 就是 電腦的沒有那麼嚴重啦 就是說 你把你的那個波 就是麥克風 放在喇叭前面 這樣子輸入效果 因為我們現在距離那個比較遠 我用這個網路攝影機 這樣錄的話 那個距離太遠 所以效果會比較差 但是你可以發現就是 它還可不可以翻譯出來 萬一它聽不懂怎麼辦 你不能再播一次嗎 你要按一下 還是你要重講一次 還是要重打一次 事實上各位老師 您會發現一件事情喔 如果說我第一次翻譯有沒有 第一次翻得不是很好 您多放第二次第三次 它可能會翻得比較接近 所以這個部分老師可以嘗試看看 這樣了解 所以如果說您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平常的時候 比如說您可能是在 有空閒的時候 您可以用錄音筆或手機 你就把你要轉換成文字了 就把它錄下來 然後呢回家就播給他聽 但是一個原則啦 講話速度不能太快 不能像機關槍這樣 罵學生也要有個程度 開玩笑 就是你講的速度稍微慢一點點 第二個 講一段要停一下 講一段停一下 這樣子的話 一來你好分段落 二來怎麼樣 就是我們在翻譯的這個效果 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 如果說像我剛剛這一段錄音 因為是前面是一連串的 我就一直講下去嘛 對不對 所以效果會比較差 如果是把它切換到 就是我剛剛在測試 那個語音輸入那塊的話 它的辨識度就會比較好 這樣您了解了齁 好那就還給您囉